高雄有一位醫師的故事要搬上了大螢幕 他是現年66歲的高雄醫學大學 腫瘤外科教授沈茂昌 但電影要拍的 不是他在醫院手術房的故事 而是這位愛畫漫畫的醫師 四年前把他民國61年 在金門二膽島當醫官所見所聞 出版成一本漫畫小說 內容生動記錄了當年 國共對峙的外島生活 現在電影界很重視 打算把他拍成一部歷史電影 拿洗原子筆三分鐘 就能夠信手速寫一張肖像 他是高雄醫學大學的教授沈茂昌 穿著白袍 平時尋防看病 私底下卻是一位素人漫畫家 我小時候就喜歡畫畫 畫這個畫那個 隨便畫 所以也沒有特別學過 以前沒有在學這個東西的 從小就喜歡畫畫 人物素描和漫畫 都是沈茂昌的拿手項目 從學生時代 沈茂昌就用漫畫記錄生活 光是擔任實習醫生 他就畫了三本漫畫集 四年前他發表的漫畫小說 《惡膽衣冠》 更是描述他人生中最難忘的 衣冠軍旅生活 跟著沈茂昌的文字和漫畫 民國六十一年軍人在距離中國廈門只有兩千公尺的金門惡膽島是如何生活 全都耀然紙上 二膽衣冠出版以後不只大受好評 《惡膽衣冠》還號召集資 要把小說翻拍成電影 光是一屆熱情贊助拍電影的經費早就被齊 原本也要在今年三月開拍 但因為書中詳實記錄當年國共的緊繃關係 甚至連藝官如何管理提供性服務的特殊單位831 以及同袍性侵的問題都描述得巨細迷遺 引起婦女團體還有文化界的關注 現在他們也要和這位愛畫畫的醫師合作 希望能夠促成一部前所未有的歷史電影 記者王介宋 孟昭全 高雄報導